4月5号腾讯一线获得王宝强所住小区的业主爆料 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有两位男子来到该住宅试图撬所 当时王宝强并不在家中好在被物业发现并报警 警察前来询问随后将两人带着派出所 该业主称两位男子是带着马荣爸爸马永利的授权书前来破门 其中一位年轻男子曾跟马荣有过微博活动 并转发过对王宝强持负面看法的文章 在该业主提供的视频当中面对赶到小区物业办公室的警察 变成自己有卡有钥匙 进门是理所当然 但该业主称两人就是前来撬锁的 据该小区物业透露 该房产为王宝强所购买 目前王宝强也住在这里 但房子是在马荣爸爸马永利的名下 在2017年7月24号离婚案庭审当中 朝阳法院做出民事采定 对该房产进行查封 据了解即使带着房产所有者 马荣爸爸的授权书来撬锁 也属于违法行为 截至发稿前 腾讯一线向王宝强方求证 对方表示暂时不做回应 设计派出所则表示 细节暂不方便透露